防疫期間要增強每一列 我們的布農怎麼講 學生跟著老師一起說足語 認識防疫知識 台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為了加深學生防疫觀念 並且融入教學現場 製作足語宣導電板 用阿美 布農 排灣 盧凱等足語 寫下防疫口訣 足語老師表示 口訣不僅好記 也能增加學生 足語詞彙 小朋友他可以學到自己的足語 然後有這個足語也可以行動 就是勤洗手 勤洗手像我們這次勤洗手 就是說 那小朋友五行中 也會學到自己的足語 還有平常也就習慣說 我要勤洗手 家長學會這些的話 那更好 家長也更多去學習 了解 其實這個很受誤化 我們有這個字 這是因為不常用 台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主任表示 總共兩千份的足語防疫宣導電板 公告短短兩天就全數發完 如果有需要相關內容的學校老師 透過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就能取得教學內容 從昨天下午我們開始公告 十分鐘就有二十三校申請 那剛剛我又看了那剛剛我又看了一下 我們已經滿了兩千份都都滿了 然後總共有五十六校申請 防疫結合足語學習 讓孩子更能理解防疫的重要性 同時也讓老師透過簡單的生活化用詞 打造足語學習環境 原日新聞台南市採訪報導